中国反制美国终于在伊朗方向出手了 12月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迅和伊朗副外长 在北京举行伊朗核问题戳杉就当前的伊朗时宜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执行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并达成广泛共识 达成了什么共识呢 有三点 一是坚持维护全面的伊核协议 二是坚持政治外交解决伊核问题 三是坚持完整有效执行全面协议 这三点看起来很普通 可每一条实际上都很重吧 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关于维护伊核协议 主要是伊朗和英法德沟通 欧洲以一系列的条件稳住伊朗 出示伊朗维护全面核协议 但是英法德嘴上说得多实际做得少 在这种情况下 伊朗不断的威胁不断的退出伊核协议 对此英法德上国并未真的有实质性的措施 来促使伊朗能够全面的履行核协议 于是局面一度坚持 现在中国出面了 是中国一个国家和伊朗谈 而非英法德和中俄及伊朗 中国和伊朗谈的共识结论就是上述三点 伊朗愿意完整有效执行全面核协议 面对英法德上国伊朗多次威胁退出伊核协议 为什么和中国谈了之后 却如此痛快地表示要坚持全面维护核协议了呢 在我看来答案是很明确的 那就是中国对伊朗的强力支持 中国的支持可不止政治上 那将必是包括经济上军事上 关于这一点 我们先看中国副外长马朝迅怎么说 就能从文字中读出中方表达出的内涵了 在戳商结束后的记者会上 马朝迅表示 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发展中一关系 中方将落实后两国援手达成的共识 不断滚固政治户心 继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吩咐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更好招呼两国和两国人民 议和问题是中英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 维护两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中方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中国接下来将会和伊朗深化各领域合作 各领域单栏包括经济和军事 这和美国要求各国和美国一样制裁伊朗 是唱着反调来的 你美国不是要制裁打击伊朗吗 那么我们中国就偏支持伊朗 伊核问题 为什么是中英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 在我看来原因很简单 伊核协议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只要伊朗专守伊核协议 那么中国就可以合情合理 合法的大力度的支持伊朗 美国单方面违反伊核协议 是美国的单边主义结果 并不符合国际法 中国这次站在国际道德制高点上支持伊朗 美国只能有苦难言 所以挖的坑制几条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 维护两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这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中国和伊朗把彼此的合作 不但上升到了维护两国的利益 还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而要做到这一切 当然离不开中国和伊朗的深度合作 这个深度合作当然包括经济上和军事上 事实上正是有了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合作作为基础 才有了上述坚持政治外交 解决伊核问题的政治基础 当然这同样是一种底气伊朗方面的 伊朗副外长阿格拉格齐 在批判了美国的系列行为后 接着又表示 一中闯发是战略伙伴 在未来 我们将会继续地以战略伙伴的身份 努力挽救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同时我们也将会继续地与中方保持合作和协作 来一起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看到没有 伊朗要继续以中国的战略伙伴的身份 努力挽救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这个身份有什么神奇呢 不就是中国的实力吗 中国用经济支持伊朗 与伊朗展开军事合作 还有其他一系列合作 这才是以战略伙伴的身份 努力挽救伊核问题全面问题 否则没有中国的支撑 哪里还有威信的基础 在我看来 中国通过与伊朗的深化合作 至少可以获得三大好处 一 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实力 美国当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中国作为大国力挺伊核协议 这就是负责任大国形象 因为谁都知道伊核协议如果崩溃 中东大乱的后果是 全世界都会受到巨大影响 中国努力维护伊核协议 显现的是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事实上想做负责任大国 光靠嘴皮这是不行的 要靠实力 否则英法得三国也不就不会那么为难了 负责任大国形象加上负责任大国的实力 这个收获还是很有价值的 其实是在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家不负责任的时候 哦 伊栏石油的实惠 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都和美国一样不进口伊栏石油 否则就会对相关的国家和企业进行制裁 这一要挟让一些美国盟友和小国望而却步 但中国不会怕美国 所以中国会更多的购买伊栏石油 这一点已经在今年得到充分证实 中国买更多伊栏石油 而且是相对更便宜的石油 这当然是实惠 中国支持伊栏就能够得到这些实惠 三 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中国用实力稳住了濒临崩溃的伊核协议 这是本身在证明中国实力的同时 就是在提升至极的国际影响力 特别是接下来如果再能够协调好欧盟 那这个影响力将会凸显得更加明显 但是中国如此支持伊朗 对美国来说可真是真的不爽了 原因很简单 美国根本不敢对伊朗采取精神行动 这一点我们从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 特兰普政府表现得很冷静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分锁伊朗就是在不敢动武的情况下 相用经济分锁促使伊朗经济崩溃 社会陷入混乱 现在中国插手了伊朗经济有了支撑 美国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就像2010年 美国带领西方分锁俄罗斯 这是中国的力挺让俄罗斯渡过了难关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当然对中国支持伊朗恨之怒骨 事实上大国博弈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美国不但发起对华贸易战 还支持香港暴乱 意图给中国制造麻烦 很多国人义愤填膺 都希望中国和美国正面硬杆 但事实上中美各有优势和劣势 如果中国完全跟着美国的节奏中 那吃亏的一定是中国 恰恰相反 如果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中国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和战略去打 那么面对美国不但能够更加淡定和从容 也才能够真正地让美国痛 而不是干一些让美国不痛不痒的事 举个简单的例子 美国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族法案 其目的就是想支持港独颠覆港府 谋求长臂管辖香港 把干涉香港内政变成常态化法律化 当然美国这么做的最终目的 还是想借香港来打击中国 其实就有人说了 我们为什么不通过一份 夏威夷人权与民族法案 这样好像很出气很解恨 但实际上一点又没有 在香港到处都是黄皮白心的汉奸 夏威夷有多少美金 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套路和美国干 中国肯定干不过 相反如果中国按照中国的套路 与美国斗争 这每一次都会让美国分款 披露支持依赖就是事两拨千金 能让中国得到不少实惠 还能够烂捞美恨不爽有所忌惮 美国不是要搞中国香港吗 那你慢慢搞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想搞香港不可能 想让中国陷入赶不可能 如果非要折腾 那就慢慢折腾 事实上除了不识趣的香港人吃亏外 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不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太大的不利影响 至于香港的那些暴徒清单 我们慢慢拉 不急于意识一点点拉清单 美国搞香港让中国难受 中国单狼也可以戳到美国的痛处 伊朗就是美国痛处之一 又伊朗在美国想控制石油定家村就不可能 又伊朗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 就是不断地被压缩的 美国纯面的分锁伊朗 但只要中国的口致开着 美国的分锁就意义不大 美国不烂中国好受 那美国至极也难受去吧 一抱还一抱一拳换一拳 美国立语的练义 美国筹 视频不谈易 美国筹 前方 感谢观看